全台首相希拉雅去飛車無動力車造型比賽 十一月在台南走馬賴農場登場 今年邁入第十一周年 觀光署串聯了當地的商家 推出各式各樣的優惠和活動 本季賽事主題車氣球獨角獸形象 也在記者會上亮相 結合金屬質感和氣球造型 為活動揭開序幕 啦啦隊女孩提著行李箱進歌 熱舞為一年一度希拉雅去飛車活動 記者會拉開序幕 本季賽事主題車也驚喜亮相 記者目前就坐在造型的飛車上面 結合金屬的質感跟氣球的造型 充分展現這次活動特色 配合主題現場魔術氣球互動表演 吸引了不少大小朋友搶拍 玩得不亦樂乎 開心啊 開心 你有創意啊 很厲害 很開心 大家都喜歡氣球 全球首創希拉雅去飛車 無動力車造型比賽 邁入第十一年 結合賽博龐克元素 十一月二十四號 在台南走馬來農場登場 將有多達四十一組參賽隊伍 齊聚一堂設計各式各樣造型的飛車 馳層在大草皮上 更與周邊商家串聯發展 在地觀光 結合了車輪水庫的搭船看勞音 聽音樂的這樣的活動 巴西聖巴羅也有這樣子的無動力的障礙賽 第二個十年呢 我們的希拉雅去飛車 慢慢的走向國際化 三世結合希拉雅轄區五大水庫地景 主打永續觀光 更以港澳旅客為客群 設計兩天夜之旅 就盼未來能與國外賽事合作 讓地方指標性活動走向國際 節目資訊 徐兄明 台北報導